右色 右色來講 我們招式陶它最獨特的就是說 它有多彩的發色來源 那這些發色來源來自原礦石寶石系統的右色系統 它媲美跟寶石的質感相比 那跟我們一般的陶石來講是不太一樣的 所以一般來自所謂的右下彩右上彩 那我們每個顏色都來自礦物的礦石所發出來的顏色 所以我們經過數百年之後都不會退色 那目前因為焦紫陶有一些就是所謂的 現在的化學色料進來之後 所以慢慢把焦紫陶的原始的古法所代替掉了 那我們現在所就是呈現的所謂看到的就是 目前是以古法的製作方式來呈現焦紫陶 那因為它造價昂貴所以以前都是供奉在神 給神明所使用 那我們以前會把最好的材料 最好的事物都奉獻給神 所以焦紫陶以前就是你在廟裡面 所以看到的一門的藝術 它純粹是用黃金所發射出來 因為它是在一個六百度的溫度之下 所以這溫度只要你沒有控制好 你所謂的黃金可能就會不見了 因為它會蒸發掉 所以在控制這個焦紫紅的溫度 是一個藝術家用經驗去堆積累積出來的 慢慢慢慢的時代變遷就有新的化學色料進來代替 因為它的焦紫紅的造價比較昂貴 在紅的外表會有閃一點黃金的光芒出來 所以它真正的焦紫紅就所謂的焦耳不厭 跟一般紅色是不太一樣 這也是在焦紫桃這一門裡面 絲成這個配方 密方 是一定是透過絲成才能夠學得到 然後在那裡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